我來介紹一下我們明天要做的實驗 第一個叫做氧氣的自備 那氧氣呢 它其實是一種純物質 就是一種元素 那氧氣要怎麼製作呢 我們利用的原理是 利用雙氧水的分解 雙氧水的分解 那什麼是雙氧水呢 雙氧水 同學有講過它當然是什麼用嗎 醫療 醫療的消瓶對不對 你第一道具 以前那小時候那個如果受傷 他會幫我做泡泡嗎 因為它其實是一種很強的氧化 它可以殺死細菌 那你知道嗎 我們有些時候你聽到有些黑心的 什麼豆芽菜啊 泡上的一顆什麼的 酵白 本來呢黃黃皺皺的 它上去這邊硬硬脆脆的 對 所以呢 你如果那個買來的豆芽菜很貴 它可能是泡過酸黃水 那很難啊 因為他們都會賣東西 會好看 除非你故意買黃黃的 可是你也不會想買的東西 乾淨那個比較健康 那如果你買到的酸黃水的豆芽菜要怎麼辦呢 就要用水把它沖乾淨 因為那東西其實會對你的消化道有影響 所以呢 酸黃水是這樣的作用 那酸黃水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其實裡面有兩層 一個是水 一個叫做過氧化氫 過氧化氫 過度氧化的氫 過氧化氫呢 水溶液 這個東西的化學式叫做 H2O 路 我寫一下 H2O 它本來是H2O 再多一個氧 叫做過氧 所以酸黃水的過氧化氫叫做H2O 路要寫小小的 代表它是兩個氫兩個氧結合的物質 我們叫做過氧煞氫水溶液 好 那麼呢 我們要怎麼來進行這個實驗呢 就是同學呢 我們要拿一個這個叫做 過氯瓶 這個有側管 就是椎心瓶旁邊有側管 那請問這漏斗叫什麼漏斗 激頭漏斗 激頭漏斗它為什麼要這種漏斗 為什麼不用一半的漏斗 因為你看這個激頭可以裝什麼 上面其實裝的是酸黃水 就是從裡面裝不去對不對 那因為它這樣的好處就是 它這邊可以儲存的部分 所以慢慢流下去 就不用一直夾一下這樣就知道了 好 所以呢 這是激頭漏斗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在一個空的 空的過濾品裡面裝入 這個東西是黑色的什麼呢 這個中等或叫做二氧化 它的中等是當作催化劑 二氧化 黑色的二氧化 黑色的二氧化 那當它碰到了酸黃水 它會把酸黃水分解 但它的量不會減少 所以它會當成是一種炊化劑 加速分解 它的化學是叫MNO5 二氧化 好 那這東西它的功能是催化劑 我們有學過催化劑是什麼意思呢 它可以加速反應 而且它可以重複怎麼樣 重複的使用 好 那催化劑它能夠使酸黃水分解 那酸黃水分解就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好 產生水跟氧氣 氧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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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產生水跟氧氣 好 好 那它的過程怎麼樣呢 首先第一步我們先放入二氧化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個劑頭漏斗 注意喔同學 我們要先加一點點水 然後讓這個劑頭漏斗在水裡面 好 為什麼要淹過去呢 但是不要整個拆在底下 因為這樣子會影響上面下來 可是你要淹過它 為什麼呢 因為才不會空氣 你到時候裡面會製造出很多什麼 你那個雙水倒進去之後呢 你會製造出很多的氧氣 那你如果 你讓它懸空的話 氧氣會從上面噴出來 所以你可能會噴出來的現象 所以一定要先把它埋在水裡面 那這邊再加入雙氧水 好 緩緩地加入雙氧水 那加入雙氧水之後呢 這時候產生很多氧氣 會開始從那邊跑出來 從這邊出去 好 所以這裡面會產生氧氣 那氧氣我們要怎麼收集呢 我們利用這個東西就是 叫做 集氣瓶 就是我們會給你們水槽 你把這個裡面裝滿了水 然後 然後 然後這時候管子呢 我們澎到這個 集氣裡面 這對面開始冒泡泡 它就會把水怎麼樣 擠出來 所以這形成所謂的 排水集氣房 所以 我們要利用排水集氣房 把水排掉 就會收集到存氧 那比較注意的就是 一開始空氣不要收集 為什麼一開始不要收集呢 因為一開始最新的裡面的空氣 是存氧 並不是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要收 我們收後來的空氣 後來比較多存氧 好 所以呢 因為呢 氧難溶於水 所以我們可能用開水集氣法 收集氧氣 那收集完之後 因為氧氣它的 它的 這個 質量比較大 所以它會沉在下面 所以到時候呢 我們就把瓶子怎麼樣 正立 下 下 下 然後這邊用一個 對 用一個那個 這個 蓋子 就是玻璃把它撞 把它壓住就好 那 氧氣它 比一般的空氣 那個 密度還不大 所以它會沉在下面 就不會跑出去 你知道嗎 氧氣有什麼 會的話它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反應師就是刷水箭頭 箭頭上面寫上去 就是二氧化 那箭頭的上面就是催化劑 然後呢 會產生水 加上氧氣 好 那個箭頭相當代表它是氧氣 會往上飄的 比較氧氣 好 那如果你在 近期的過程中 速度太快怎麼辦呢 有些時候可能會一直泡泡泡 你就把 趕快把管子怎麼樣 拿開就好 就不會一直噴出來 這樣 有些時候可能反應太快 好 所以這是關於氧氣的事備 好 那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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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